在农田里忙着农物 它是美国园的主人张淑妹 和川永生计农场 东宝农场 小江花财 阿霞果子园 青春果园 可可宝贝 以及酷老头凤梨银等 共八家的友善耕作农场 合伙组成东片宝石村股份有限公司 打造东片宝石村的招牌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吸引年轻一代回流农村 也将销售金额的5%回馈社区 作为社区福利基金 我们全部人一起合作 经营一个保时村的品牌 然后一方面也把我们村里的 村里的民生也是可以建立出来的 然后我们销售的话 销售就是把15%运用在村里面 5%拿到村庄的发展协会里面 全村一些老人 或是弱势团体 大家都可以共同运用 2016年在农委会农村再生计划协助下 东片村的农友们成立读书会 彼此分享交流农作管理 行销方式以及有机友善的农法 次年农友们共同举办了一个成果展 对整个社区的认同度也提高了 第三年之后就撮合成保时村的概念 为了让社区的居民能够共同参与社区营造 于是成立了共享农场 11月25号的上午10点正式开幕 它是一个媒介点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业跟社区的一个媒介点 也是我们社区营造的一个基地 初期我们规划的营造 社区的营造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关怀祭典 我们设计的关怀祭典 老人家的用餐 我们有个供田期 那以后我们的关怀祭典 就可以有安全又健康的蔬菜的一个供应 那第二个我们要营造的 就是我们所有农村的草生管理 那第三个要营造的 就是我们解决我们这边附近的养猪业者 所造成的猪食味的问题 我希望说 藉由我们的共享农场 开始做社区的建设 来构成一个 我们东片宝石村 长期目标的所谓的示范村 黄瑞扬说 为了宝石村能够永续经营下去 大家都把个人私利降到最低 将公共利益摆在最前面 宝石村社会企业的权利 这要让东片村的农民 能够汇流成一股力量 向外联合行销之外 扩大社区参与 以及关怀在地营法族 以及弱势群体 也是他们不断追求的目标 评论新闻财力华卫德韦 采访报道